今天要分享這個主題 就是雙眼皮手術後的接口下唇的肉條 肉條形成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原因就是說 切口下唇這個地方 它皮膚下的這個肌肉 並沒有好好做一個平鋪 在手術完之後它有一個捲曲的現象 就像我們這個案例 它的往下看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下唇就整個鼓起來 而且它切口就顯得非常的凹陷 那通常切口的凹陷跟肉條 常常是伴隨出現的 那就代表說它這個切口下唇的肌肉 沒有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把它整個捲曲在一起 那結果就是看起來像一個香腸這樣子 那我們手術方式大概就是 把這個凹陷的疤 想辦法把它補平 然後把這個切口下唇捲曲的眼輪雜雞 把它拉平 然後再跟這個切口上唇的眼輪雜雞 可以好好做一個對縫 基本上這些案例都可以得到蠻大的改善 但是通常沒有辦法像好好的出眼這樣做 可以得到一個完全平整的效果 所以各位對這個手術效果也是有需要 有一個合理的期待 大家可以從影片上看出它其實 這個患者肉條在做完這個肉條矯正的 霜雞皮修復手術之後 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了 也成功說明 我們在燃上的天下 也會很動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小小小小小